看看新闻网 吕良伟还爆料儿子对甄家小公主颇有好感 今年年初 吕良伟儿子吕善阳还曾在甄子丹面前大方表演武术 更是要办师学艺 这缘分还不得越结越深 我从小看着他长大了 他从小都是武术方面非常有天分 可惜真子丹貌似并没有答应这门娃娃亲 没有 没有听娃娃亲 小孩子那么小 对 我们好朋友 我是好朋友 其实娃娃亲什么的都是父母间的玩笑话了 根本的原因还是那些奶爸奶妈 太爱为娃娃操心了 比如刘烨这个结青狂魔 自到2010年儿子刘诺依出生以来 刘烨就开始为儿子广撒网 这人选更是不断更替 谁那个赵薇家那个小四月吧 太高冷了 太高冷了就是 丹妞家的那个呢 也是浑雪 也是浑雪 就是同样 博家的呢 都说女孩长得容易像爹你知道吗 博家的海 现在看着很好看 不知道海 其实 这都是这种爱 可再这样挑三拣四下去 小诺依得得罪多少人呢 刘烨 这是个人品德问题 我也没法说 对 对 个人品德 就像个自己家孩子长得漂亮 这容易毁了孩子 理想路和贾乃亮的女儿小甜心 也是不少明星 结自家儿子娃娃亲的目标 前有郑军和刘云四岁儿子加哥 现在又多了个杜江霍思燕的儿子 不过娃娃亲这回事 双方父母都说了 随缘 这个嘛 考虑一下 要看杜江挣多少钱了 没有开玩笑了 这个 真的是孩子们的事情 随他们 等他们长大再说 我觉得这件事吧 现在都是新社会了 婚姻自由 等我儿子长大了呢 我估计他的选择空间也挺大的 我觉得小鹿的女儿 会是一个好的考虑的选择 凤凰传奇的两位成员中 林花生个女儿 咱亦生个儿子 这俩也琢磨过 订个娃娃亲啥的呢 看我愿意 还挺愿意 娃娃亲啊 其实其实 看我照顾一句话 我觉得挺好的 再过十年 二十年 我们可以没有说 一对小凤凰传奇 要说以上这几位 还算靠点谱 至少人家都有孩子呀 担着身的唐烟竟然打起闺蜜 杨蜜女儿小糯米的主意 要接娃娃亲 您先找个对象好不 我们说好我以后当她孩子的婆婆 情报再现 综合报道 谢谢观看